冰箱 是在我們家 再把它分享到那個 XC90的Guberer部裡面 來,各位粉絲團還有車友們,大家好 好 經理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好像沒多久之前就介紹過 這台是VOVO的一代的XC90 那這台車它的底盤的話 也有跟其他車款有很多的零件是有共用的 那這一台的話 上座的部分前面上座比較特別的 這台是賣花層 那後方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它後方的避震器的設計 底盤的設計比較特別一點 像是很早之前的850 也是類似的設計 避震器從大彈簧中間穿過去 所以在改裝上的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待會再跟大家來一一解釋 那今天剛好有換上座 那為什麼上座沿用原廠又要再多花費 其實是因為 你看這台是05年的 現在是2021年 已經15 16年的車齡 里程數應該照道理來說都超過15 20萬 尤其是剛剛經理在試壓看看 它原廠很貴很貴很貴的後避震器 差一點跌倒 因為它的邊際完全都已經失效 那這台車相信 在一般高速公路或者是市區的道路 後方一定會這樣 我待會表演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要先講的是這個上座的部分 這個上座 它有一個特殊的弧度加斜度 它有一個弧度加斜度 然後這個上座也有軸層 這個叫指推軸層 它是砍在這個上座裡面的 所以有的車款的上座跟軸層 它是分開計價 但這個是一體的 這個軸層的話 它也是有壽命的 好 那這個上座 我們一併也請車主來做鈦換 還有一個零件是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上座的橡皮 通常會從這裡會有裂掉之後 就會整個上座跑出來 我們之前也有換過兩台 是這個狀況的 所以這個里程數用的比較多 就建議車主 一併連上座的橡皮 一併連這個上座的 跟指揮軸層 一起來做一個鈦換 它本來的上座在這裡 大概裝成這個樣子 所以一併做鈦換之後 就不會遇到說 開一開這個上座壞掉 又要再拆裝一遍 所以會建議車主 如果這一台車 當然啦 如果你可能一年多兩年前 才換過上座的話 那就不需要 不需要換上座 就直接拆原廠來 因為像這個的話 里程數用的比較多 那就建議一併在改裝 或者是換裝避震器的時候 一起來做鈦換 換講後面 後方的彈簧在這裡 它的避震器 是從這裡來穿過去的 組在車上的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來囉 那看這個彈簧的這個端面 這個不是正圓形 它是類似一個橢圓形 所以這個彈簧也都是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專車專用的規格 有壞處就是 它沒有辦法設計成高低可調的機構 然後它的彈簧的棒數 就算打專用的彈簧 也只能選擇一樣的規格 所以就會被規格綁死了 所以我們在開發這台設計的時候 就會把它轉成直捲彈簧 好 像這台車的後座有可能 會拿來當一個營業用戶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台 一代XC90的車主 它是在做塑膠射出的模具 模具的話一個可能近百公斤 它把後方的話 當成是貨車的功能 所以後方的話就會針對車主的需求 那當時有幫它再多加一公斤 變成13公斤的規格 所以這個後方的話 變成改成直捲彈簧之後的 靈活度會更高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原廠非常貴的後筒身 這個有一個專利功能 就是它開了一段 行駛了大概幾分鐘之後 它的主移植跟車高會大概 坐動之後會舉升上來 那也有車主會建議說 假設這個原廠專利的功能 筒身太貴了 我記得好像一隻 大概兩三萬塊的一樣 一隻喔 不是一組喔 是後方一隻 那如果太貴了 有的車友會建議 換成沒有這個專利功能的 也是可以使用 但是這兩隻的後方筒身 就完全是壞得太誇張了 它完全沒有阻尼的喔 就算鑽一般的日系車的Yaris 也不會這麼軟 這個阻尼是完全壞掉了 所以當這個阻尼壞掉之後 我們在後方的兩個輪胎 遇到坑洞之後 它彈簧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做一個上下的作動 所以後方的話 乘客一定很容易會暈車 而且坐起來會很不舒服 而且啊 像這樣狀況 如果在彎道當中 又遇到高低起伏 加上車速比較快的話 其實是有危險性的喔 所以這像這個後方的兩個阻尼筒 壞得特別嚴重的話 是會建議做一個 立刻的做一個開換 那如果 只是阻尼衰退 那倒還可以再撐一下 像這個後方的阻尼筒 已經完全都壞掉了 這個狀況很少見 在納字節的M7上 後方的話就蠻常見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後面 裝上去的樣子 後方的話會轉成一個直捲的彈簧 180厚12公斤 那今天的車高沒有降低的需求 所以它的車高會維持大概像原廠一樣 大概的直線 你鏡頭由上往下拍 來這個地方 就是它本來橢圓形彈簧的基座 然後轉成KT做一個轉接座之後 做一個轉成直捲彈簧 那高低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如果車主的話 車友的話 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建議這個饅頭 就把它拆除 那今天的話 這個車高比較高的話 可拆也可不拆 這個饅頭的話 是因為它原廠的筒身裡面 沒有一個防止觸底的機構 KT的話在筒身的 防塵套裡面呢 就有一個這個機構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多一個原廠的饅頭 好 那我看一下車 車裡面 車室裡面的 是不是已經裝好了 還沒裝好 好 那這樣就可以 大概看一下 但是這樣拍不到 你從這邊來 鏡頭從這邊給我 可以嗎 可以 你從這邊來 我從這邊拿比較清楚 好 等我一下 因為這個會逆光 來 它的後座 這個是第三排的椅子 第三排的椅子 需要拆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 上座的話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主牛的調整 也需要從這個地方 來做調整 來這裡 好 那我們來換來看前方 前方的話 它的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好 上座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它的上座 斜度的地方 如果角度的話 從這裡會更清楚 這隻怎麼用 好 那 上座的話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 沿用原廠的 會比較理想一點點 那主牛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 來做調整 原廠呢 它其實是有 上座跟 跟筒身的結合 是有兩顆螺絲 一顆是這裡 那另外一顆 是在 在軸層的內部 所以 這個拆 上座的時候 是不需要靠壓縮器 壓縮器的 直接可以把這顆 螺帽拆開 它彈簧不會彈出來 但是如果拆到 第二顆螺帽 它就會彈出來 就要特別小心 這個應該是 2500 2500的 2.5升的 2.5升的 渦輪引擎 好 再來是看 看這個彈簧 這一條彈簧 比較特別 因為KT的設計 是做一條 專用的彈簧 來砍入它原廠的上座 砍入它原廠的上座 所以這條彈簧是 225長 10公斤的規格 那上座的一個 一個密合 剛好跟它原廠的一個 上座彈簧的內進 是一樣的規格 所以 就是這台車專用的 所以它不是配直捲式的 當然也可以轉接成直捲式的 可是直捲式的 這台車畢竟是中大型的修理車 如果轉成直捲式的彈簧的話 怕回饋感會太直接 那會造成它的舒適度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配置了225長 10公斤的彈簧規格 離載串 油管固定架這些 這個沒有油管固定架 有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這些就都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這個是離載串的鎖點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扣具位置 它沒有油管固定架 油管固定架直接放在外 放在避震器的後側而已 好 那車高的調整 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前面的話 跟後方這台車是一樣的 如果需要調高的時候 這個桶身把它拉長 它就能夠變高了 那今天這台車 並沒有要降低的需求 所以維持的車高 會跟原廠差不多 那我今天再分享一下 後方桶身的數據 這個桶身它的行程其實蠻短的 所以我們很久之前 開發的時候 就有測用 KT有阻尼測試機 那個阻尼測試機的話 是一個比較科學 來測試桶身它的 下壓力道跟回彈力道的 一個科學的儀器 那測試這一台的時候 那時候也很好奇 想要了解說它的阻尼值 大概原廠設定是怎麼樣 那我跟各位來做一下分享 這個數據的話 車主的話應該比較沒有 需要這樣的數據 如果有同業 一樣是在做DNC開發的話 可以跟各位來做一下分享 這台車XC90的後方 如果用0.2的一個背景測試條件 0.2指的是下壓0.2公尺 1秒鐘 1秒鐘的一個速率的話 下壓的C值是 下壓是285 回彈的話是 REBON是做307 這個阻尼值 居然跟BMW前前代的 X5 E70 後方的童身 幾乎阻尼曲線貼得很近 當然這個兩個童身 車款也不同 不可能共用 只是它的原廠歐系車 在設計這樣的阻尼的時候 它的阻尼值都做的 比一般日系車的底盤 還要重一點點 當然這個跟阻尼 阻尼跟它的底盤 懸吊幾何設計 也有不同關係 但這兩台車的一個 避震器擺臂的位置很接近 所以它的阻尼值 居然跟X5 E70 或者是X6 E17 E 阻尼值非常接近的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所以剛好有查到這個資料 就跟各位來做分享 那我剛剛隨便隨手壓了一下 這個阻尼筒真的是 壞得還蠻徹底的 完全都舉升不起來了 所以如果像這樣阻尼筒 尤其是後面彈簧跟便利分開的 不論是像這樣的歐系車也好 或者是日系車也好 或者是其他車系也好 如果阻尼筒像這樣機構 這個趕快做太換 不要就算沒有改KT也沒有關係 這個的話都攸關到駕駛的安全性 就趕快做太換 好 以上是今天VOLVO 一代X790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各位 拜拜